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郑淑贤老师 我底下要为各位针对统计学一 做一个介绍 那我们这门课程是三学分的 那统计学简单的讲 它是包括资料的收集 整理程式还有描述 然后最后就是利用一些几率的概论 做一些决策 那我的电话 是学校的总机转分机243 转37号 那email其实网页上也都查得到 我办公室在那个新华楼的四楼 那我们这门统计学 主要是要把那个数学的一些原理 应用在统计学上 那希望协助管理者 利用那个系统的观念 去把资料收集来整理好程式 并且分析它 然后来帮助做成完成一个有效率的一门学科 那学习的目标 是希望让学生具备统计学的观念 能利用统计的方法去分析资料 解决问题 会利用简单的计算器 或者一些软体像Excel 或者SPSS这些辅助软体去处理分析资料 并且做出决策 那这门课是为商管学院学生开设的 当然也欢迎其他有兴趣的同学 一起自修学习 那他需要的能力 当然是需要具备有高中值的一些数学基础 那也希望有学习热忱的同学 来学习这门学科 那学习的方法 是希望同学在课前先做一个简单的预习 然后学习中课程中能参加各种学习的活动 然后课后呢 针对不懂的问题 跟同学讨论 或者在面授时间来求教老师 好 那底下就针对我们统计学的内容 我们分各州来看他的教学大纲 那首先第一单元就是在讲统计学的序论 我们会介绍统计学的意义 还有专有名词 像什么叫做母体啊 什么叫样本啊 还有统计学的发展 还有应用在哪些方面 还有统计方法会受到的一些限制 这是我们第一个单元序论的部分 好那底下第二周我们资料收集到以后 我们如何用一些统计图 统计表来呈现给人家 当然在这之前我们也会介绍一下资料 会分哪几种 什么连续啊不连续资料的啊 还有如何如何把它用那个统计表来表示 我们统计学上叫次数分配表 或者呢做成一些比较吸引人的图 这是第二个单元的部分 好那接着我们资料收集到 那么多资料拉拉杂杂的 我们当然是希望用一两个比较简单的数据 让人家对你这些资料有感觉 所以我们会介绍一个表示集中性的 集中量数 包括平均数中位数重数 还有会介绍讲他的那个分散的 度量的数 包括变异数标准差 这些比较重要的数 那这一部分我们会介绍大约三周啊 好那底下我们要慢慢要进入 那个推论的统计的部分 那我们就要讲到那个统计学的一个主要的概念 一些数学数理的那个概念 我们叫几率概论 所以我们这一部分会介绍那个几率学的入门 然后怎么样来量测这些几率 还会讲关于什么事件啊 还有一些几率的定义啊 还有一些专门 专有名词叫条件几率独立 独立事件啊 几率法则啊 背试定理啊 那这个这个是我们的统计学的一个推论的基础啊 所以是相当重要啊 好那第九周是其中考啊 好接着下一个单元 我们要开始介绍那个离扇型的几率分配啊 那离扇型的几率分配会包括二项分配啊 包括超级核分配啊 包括那个补瓦松分配啊 那这些变数是所谓离扇型就是 他他的每个数是测量来的啊 那个各个数之间是没有其他的数 就这其实这个数就像我们平常讲的那个整数啊 那这样的分配都叫做离扇型的几率分配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单元啊 好那离扇型的讲完了 我们会介绍那个连续型 其实连续型就是我们一般最重要的一个分配 叫做常态分配 因为这个常态分配是我们日常生活很多 像IQ啊或者说一大群人的身高体重啊 常常都是这样的一个分配啊 这个叫连续型的分配 好那最后因为我们常常想要测量的是母体 可是母体受限于很多原因 常常没办法测量得到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样本 就是我们那个利用样本去调查样本 然后来推估母体 那由母体的分配到样本的分配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 经过抽样以后 那他的抽样的分配是怎么样 那常见的抽样分配除了前面介绍过的那个常态分配以外 跟平均数有关的还有T分配 然后跟变异数有关的 有卡方分配跟F分配 所以我们最后在抽样分配的这一张 也会对这个这些分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那我们的第18周就是期末考 好那成绩考评包括 线上课程的倒课记录 线上测验作业 还有线上讨论 这些都要放在那个考评的分数里面 那当然还有其他加分的项目 譬如说你上课笔记的内容 抄得够不够丰富啊 有没有担任组长啊 还有是不是面授课程的记录人员啊 那上课 倒课记录一般是占10% 其中期末是占20% 那学习这门统计学以后 它的相关课程有微积分 那当然也建议同学可以继续去休息 更深入的高等统计学 或经济学方面的课程 好我简单介绍到这边 很欢迎同学来休息这门课程 你们先误分统把这边编统的定义 就像我一样的写课程 我可以告诉你 你们先误分统 我们先误分统 我可以误分统 我是可以误分统 我可以误分统